陈坤得知张翠山夫妇重返中原 向汝阳王借来了玄冥二老 决定利用此事调起武林纷争 在看张翠山夫妇 带着张无忌见过外公英天正后 又和宋远乔等人上路 前往武当拜见张三丰 可就在离武当十几里的地方 一行人遭遇了大量的援兵 援兵的出现让宋远乔等人如临大敌 停在原地随机应变 顺着张翠山的目光看去 玄冥二老赫然混在援兵之中 这群援兵从一旁急驰而过 并没有为难宋远乔等人 张翠山见援兵离开松了口气 正要动身却听见了张无忌的呼喊声 张翠山打开车帘查探 发现张无忌已经被人掳走 意识到是那群援兵搞的鬼 张翠山夫妇立马追了上去 援兵们见状兵分三路 让张翠山夫妇分身乏术 根本不知道张无忌在哪一路 张翠山知道掳走张无忌的幕后主使 肯定是想得知谢迅的下落 不如先行回到武当 等待幕后之人来找他们 画面一转 小赵敏见到了张无忌 好奇地询问起他的名字 小赵敏被张无忌气得不轻 转身离开了大牢 玄灵二老剑小赵敏离去 开始逼问张无忌谢迅的下落 张无忌宁死也不肯出卖义服 差点被陆丈克给掐死 陈坤及时出言阻止 他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陆丈克听从陈坤的吩咐 用玄灵神掌打伤了张无忌 借此逼迫张翠山夫妇就范 话分两头 张翠山回到武当派后 见到了其他的师兄弟 其中就有四只残废的于代言 于代言见到张翠山十分开心 可却认出了阴素素 可能就是当年用毒针伤他之人 于代言看在张翠山的面子上 没有当场揭穿殷素素 命远将他抬回了房间 宋远桥看出事情不对 前去询问于代言为何如此 于代言这才说出 涂龙刀从他的手上丢失 最后落到了天鹰教的手上 所以当初用毒针伤他的传家 十有八九就是殷素素乔装打扮 张翠山来到门外 听到两人的对话百感交集 他本想找殷素素问个明白 到底是不是他下的毒手 谁知这时收到禀报 昆仑派的何太冲来到武当 名义上是要替张三丰祝寿 领时百岁寿臣 何太冲前来祝贺 何掌门早来了两天 早来晚来都是要来 何不抢个头彩啊 宋远桥看出何太冲的目的 肯定和张翠山夫妇有关 然而来者是客 宋远桥只好将他赢了进去 一展查时间后 张翠山等人跪在大殿内 一代宗师张三丰闭关而出 张三丰闭关数月 终于创造出了太极功 又见到五弟子张翠山出现 心中当真是喜上加喜 张翠山跪在张三丰的身前 说明了十年来经历的一切 画面一转 殷素素正在等待张三丰的召见 心中忐忑会不会被张三丰排斥 突然和太冲闯进了房间 要殷素素说出谢迅的下落 这里可是武当山 何掌门人就这么一闯进来 一物相向 未免太不把张三丰放在眼里了吧 少啰嗦 速改速决 是 使用 尤其子 岁数 熟 和 私 问 さ 对